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吧 咱们是三号位的大内奸 内奸可以选谁呢 姜伟 曹植 太后 以及咱们的官所没错了 末将愿成复制随之丞相出征 咱们的官所也是一个非常强 场上一眼望去 神舟挺向忠诚的 气质才可犯可终 这玩意儿很相反 还有这玩意儿 周瑜过 没动 咱们也分骚一点过 张青才现在免费开了个无中生有 春歌说我也能开啊 看看 这应该是跳钟 然后这个也是烦 强度细致才能不能突死啊 开个难 伤了我 吕布 目前是掉以前没多大问题 磕个桃子 过 看看咱们的马超同志 咱们管老这张武器不要乱动 张青才托管嘛 叫你托管啊 半个无中没了吧 九杀 你有九杀 我有九杀 叛逆波 七杀才扣个桃子 有破军 还不错 乐一下 破军 恩怨 还有一张估计没什么卵用的 比如说 化熊用的 祖猫的啊 什么的 这应该是个中 这应该是个反 暴救张春华 这里还不如救一下 细致才了真的 张春华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白板武器有啥用呢 结果咱们怒套到一半 直接套到猪鬼连弩 接下来就没有你们的事情了 咱们一波端了 可见的关锁还是不错的 祈福活动又出了 想买关锁的人可以来买一下 也就五百同情节而已 想买的人肯定都是买得起的人 所以说也就五百同情节而已 这里是不是先顺一下比较好 虽说这么多杀他肯定死了 顺一下就是 顺到他闪 可能直接就结束了 再杀死一个中 反费开AOE是一个比较愚蠢的事情 行天猪 咱们把左资做一张手牌顺过来吧 杀 杀 可见的关锁爆发起来可是不错的 一波直接带走 自然变幻无丑 左资划身不太好 划身一个成功的话可能一波推不了 但是在关锁面前你们都是弟弟 当然 关锁永远排不到第一 第一永远是咱们的孙奔 第二把是八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了咱们的刘善 咱们先放一把苏菲 苏菲的技能简单的来说 读不读了你们可以打个暂停键看一下 简单的来说就是 苏菲抓两个装备自己能摸一张牌 苏菲开两个南蛮入侵可以摸一张牌 交给其中一名角色一张牌 咱们这里选谁呢 当然 介绍一下黄犬点呼所定期 游戏开始时 你指定一名其他角色同仙府 当你对该角色造成伤害 或该角色恢复体力后 你摸一张牌 所以黄犬肺 我跟你说 黄犬真的只适合反贼 别的不太合适 咱们看一下 主视角玩家会选择谁 选择了咱们的松阁 咱们是否现图呢 咱们把中式标个内吧 无中生有 有谁到无限吗 没有 但是外面的确有无限的毒条 可能是主攻的 也可能是别人的 索一下 这两个是比较像反贼的 有回报 雷杀 雷杀 雷伞 开个难 咱们要掉两血 如果没死人 咱们掉了两血 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能赢下这一局呢 咱们掉了两血呢 尤其跳反 单锁自己或单解开自己的铁锁是能发动囤僵的 开个五谷 这个位置开五谷有点像反 如果大家缺攻心的话 星期六可以去打一下公会散 孝侯师开了个五谷 是一个比较像的反贼 然后刘芬也非常相反 那么就是说 马良跟曹昂里面有一个忠臣 我们希望是马良 但是 中会跳反贼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有两个中 直接给主攻 咱们能把关键牌直接给出去 闪 看看这把苏菲 作用如何 看看咱们主视角的 作用有多少 这里下吼式是比较好杀的 咱们酒有乐的话就 就这样子 这下吼式给马良 乔氏简直就是 让马良开了个无中 酒杀 你有酒杀我们有酒杀 然后草也跳反贼 这么看起来反贼不是多了一个吗 咱们看一下就知道 直接这样子 看他能不能干死人 有距离了 先调戏一波 直接挂出联弩 干你 刘奇表示没一桃 刘芬说我救你一下 但是你真的救得回吗 刘芬说我两桃啊 有过拆为什么不先拆 这波操作就非常大 说不定刚能拆到一个桃子 好咱们不会死了 决斗 雷杀 雷杀 这里可以消一下尼啊 为什么不消尼啊 最后消一下尼 如果他死了呢 这就浪费一张杀 杀 可惜了可惜了 不过已经更好 刘奇已经中乐了 所以说他的上波囤加 简直就是浪费了 看见没这么好拍 那应该是中会 顺一下 全部给马良 马良的全部排马 不是全部给苏菲主公吗 能不能闪九桃 没有就再见 刘奇说我有 逃一下 还能给我们桃子 这波不亏 没有添过 内阶应该是中会 摸一张 杀 这里直接给苏菲两张杀 开个万箭 中会可能要死在觉醒路上了 好咱们又收掉了仓 张松 苏菲 马良 苏菲这次 作用还挺大的 收掉刘奇 那那应该就是中会 结果那是刘奇 那没毛病 一开始问主公要了一张 所以说没多大毛病 就杀 闪 再开个难 杀 没一些可击 就差一点 南蛮 杀 磕个桃 中会 好了后面就是垃圾时间了 中会不可能赢了 三打一再赢 你又不是春哥这种有爆发性的 拆一下 开个桃圆 打个无限 中会 结束 中会已死 杀一刀 结束 可见得朱菲 还是不错的 咱们看下一把录像 咱们是五号位的大忠臣主公选择了咱们的戒曹操 咱们选 忠诚选择了咱们的 让歌 看看这波操作如何 这波操作 击 这波操作 那么 大家就能看到 契约一定 借刀杀人 杀 闪 杀一道虚楚过一下牌 不错不错 拆一下 他说我要报仇 咱们这里就卖吧 前面都是无用之时间 咱们来看一下主视角的直播操作 决斗一下 咱们来看一下主视角的操作如何 拆一下 顺一下 先开个万剑 凶者 胸怀大志 借曹操主出场率越来越低 咱们要不锁一下 问主公要一张 九 问主公再要一张 开个难 蛮虫有一个桃子 没有桃子 逃就一下 咱们问曹操继续要 然后 属性杀一下 看看能不能全带走 鎖上的 估计 蛮虫肯定能带走的 周瑜有点困难 想象是一定的 不走 看看周瑜有没有桃子 没桃子呢就 没桃子也带走呗 可怜的周瑜 毫无游戏体验感 毫无游戏体验感 然后吕布 问吕布要了 怕吕布给我们 是跳内了吧 开个无中 开个无中 没谢可击 不让镶枪摸 实际上这里可以摸一下 然后火攻他的 火攻他嘛 他方片梅花 方片梅花 你都有嘛 火攻他 你们就能收掉他吗 瞬一下 可怜的香香啊 跟神周瑜一样 完全完全没有游戏体验感 这里开个难 咱们这个藤甲 藤甲是藤 神起来非常神 不神起来也非常不神 不神起来 你们不知道 这不知道一件事就是 满血寻忧 穿藤甲 被两枣火杀直接干死 结果贝尼迷狐手里 还有这么多套 这还不如救一下啊 沈周瑜 像周瑜这种 在曹操局 非常像犯贼的 是你在召唤我吗 为什么不止曹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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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一个那个吧 拆一下 哪管这天下 洪水滔天 怕酒雷莎 咱们耍了个杂技 直接能把两个人全部带走 吕布不给我们 可能是在防我们 是内奸吗 看看贝尼或是什么 是不是他应该是个内 如果是反的话 完全直接杀曹操就行了 果然他是个内 吕布防我们是个内 也没多大问题 毕竟将上是可以当内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客户端有点崩了 我重启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